哈喽大家好 我是伟哥 今天就给大家玩这个视频 今天这个体验服更新之后 那个像这个夺宝啊 点券夺宝 然后这边体验服改成了积昏夺宝 然后积昏夺宝之后啊 这个积昏还可以用那个金币购买啊 不知道以后政府会不会啊 我们就看这一百只要一百金币 相当于买一个六十的积昏 六十积昏相关于政府的那个六十点券 对吧 然后我们先多买一点 多买五个 五个可以来个五元抽 我们来多抽一下 试一下吧 这个 我很想抽到那个偶像歌手吧 黄昭君新造型又漂亮 人家黄昭君新造型这个偶像歌手也是蛮不错的 然后只要一百金币 实际上就是等于抽一次是吧 那就相当于五次五百金币 五百金币就可以抽一次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边可以 我们继续买 然后我后面买了挺多次 总共喝起来是买了四十次吧 不知道是不是只能去只能玩四十次吧 是不是这个原因 然后到了四十次以后就买不了了 不知道出现是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是说季风不足 但是又不让我买啊 我金币足啊 但是这个以后都是用金币购买一晚上 那就耍了 点券的那个五个天 不就可以拿来了 对吧 然后点券罗宝里面那么多的 那么多精美的提核 那不就都可以拿到了吗 这金币在提核 你说是吧 也就没什么管用 那我们可以看差不多了 扣到四十次了 信用值得到四十以后啊 我这边又抽了几次 抽了五连超 不过我可以拿到整个UC片 UC片 UC片到时候这些被换也就匹配了 到现在就提示我什么 荣誉季风不足 啊 不是 不知道四十 只有三十七次啊 到三十七就不让我抽了 搞事情 但我找了好半天的规则 没有找到这个 什么叫荣誉季风不足的这个规则 我刚才应该还有 我还有一百八点钱 我还可以再单抽三个 单抽三个 刚好是抽四十次啊 我为什么不在偶像歌手庭呢 啊 我要的是偶像歌手 你给我再偶像歌手庭呢 可能这个模式只能在体验壶 毕竟体验壶它不能支持 不支持点券充足啊 所以改了一个积风 改了一个积风充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方便大家 体验壶体验壶的小伙伴 去拿一些啊 那个点券拿不到的 一些套区皮肤啊什么 还有英雄啊什么 其实体验壶的英雄 大多数免费使用 然后这次出的百里玄册 是要金币购买之后才能玩 所以不知道以后 他怎么怎么分啊 要是以后都要金币购买 一群才能玩 那这体验壶不是又要打半天 以前还说体验壶是不删 不删打的啊 会删打会删打 我自己说我怕红包主要是为了玩一下成就 成就系统啊 这边有个新的成就系统 都是跟这个战队红包有关 那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大家去观看 微微微信公号 微微解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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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